那虽然这个觉悟的方法很多 我们看下面 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 虽然佛陀所说的法很多 有八万四千法门 这八万四千法门都离不开这个方法 就是叫你观察无常 全部都是为我们说明什么 说明这一种事情 你明白这个事实真相 你明白人生是无常生死是无常 你就能够懂得以这个方法 以这个佛法如何来化除我们的烦恼 化除我们的惶恐 你能够化除你的烦恼 烦恼没有了 自自然然我们的人生就过得不会那么苦 我们今天为什么过得很苦 因为你都在死主 执着的原因 所以很多人过去 有曾经问过一件事情 他说师父 我为什么学佛不能得理 我的人生为什么没办法得到解脱自在 为什么我的人生很苦 其实如果你冷静下来 你去观察 你去观想 你可以找到你这个答案了 人为什么会苦 就是从你的我执 因为你这个我执 你才会跟人家计较 你在活得很辛苦 你就活得很烦恼 你就活得很厌恶 因为那个我执的存在 会有自私之力 会有贪生之脉 你能够把这个我执除掉了 那恭喜你了 你的生活 那真的解脱自在了 那我们应该如何来学习呢 我们看下面的那一章 那我们应该如何来学习 画出我们内心的烦恼 我们今天每个人都有烦恼 有没有 家家有本能念的经 每个人都有烦恼 有些烦恼比较重 有些烦恼比较轻 我们每个人都有 因为凡夫 对不对 眼睛看到一个人不顺眼 我也是很烦恼 听到一些不喜欢听的 也是很烦恼 很多事情 我们在这个内心里面 怎么样来画出 怎么样来解决 中风果实下面这一句话 那个才是关键了 怎么呢 但向沉重了之心 你看这句话非常好 那个中风果实讲得非常好 但向沉重了之心 什么叫做但向 我们来看下面 但向最主要的是指什么呢 但向 那最主要的是什么呢 中风果实的教导 教导我们什么 我们要在这个方面好好来用功 我们要在这边好好来用功 我们要在这边好好来学习 怎么样来学习呢 中风产师教导我们 沉重了之心 你看 你要踩这个地方 你要好好来聊 你要好好来学习 在沉重了之心 所以你看明星见性的人 大策大物讲话都非常有水准的 一句话直接了当 能够帮助我们解决 没有拐弯磨脚 就是教你这样的事 所以中风果实在这句话当中 其实呢 在这个地方啊 讲的沉重了之心 讲的比较高度一些 为什么产师 要怎么样讲呢 他讲的比较高度 比较深度 为什么中风产师 没有说教我们 信愿念佛了之心 而说 教我们要淡向沉重了之心 你看中风果实 他没有讲这个 他讲你要淡向沉重了之心 所以在这个地方 很多念佛的人啊 看到中风产师的开始 这一句话有人会讲 很多人哦 那我们不是三十七年 不是以念佛为主吗 为什么要淡向沉重了之心呢 你看很多人会讲啊 我们今天念佛不是信愿为先吗 持明为主吗 那为什么要沉重了之心呢 这个就是中风果实的高明啊 他的高明 他真的很高明 看到人的喜剧 看到人的烦恼 为什么我们念佛 不能得力 释迦牟尼佛讲得很清楚 末法时代 只有靠净土法门才能够帮助我们成就的 但是为什么呢 明明释迦牟尼佛讲得很清楚 是不是释迦牟尼佛讲错了 没有 是我们解错了 释迦牟尼佛没有讲错的 释迦牟尼佛是把世子真相告诉我们 我们在这个末法时代 释迦牟尼佛讲得非常的清楚 只有靠净土法门 念佛法门能够帮助我们的 那为什么中风果实在这个地方将我们要淡向城中了住心 但是我们一定要清楚 信运 你要知道你这个信运 我们今天的信运能不能坚固 是怎么样来培养的 中风果实来告诉我们 我们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确实某一大师所讲的 信运之有 但是这个信运你要在哪里培养呢 你要如何去培养的 我们一定要知道的 持明 持明是指这一句名号的功德 这一句名号的功德确实真的不可思议 但是这一句名号我们应该来修学 让这一句名号跟我们的生活上能够融合而已 这个就是很重要的 我们大家一定要知道 更进一步来讲 我们一定要来学习 那学什么呢 那怎么培养的呢 怎么样融合而已呢 这个我们一定要清楚 所以我们看下面的那一章 念佛法门之所以 念佛法门之所以 成为方便容易 简单恶药快速文旦 那就是因为他三根仆贝 利顿全说 他真的是这样的 无论你在一切时一切处 无论你在做什么样的工作 无论你在哪里 有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他就是念佛法门 不会影响我们任何生活的方式 他不会影响 所有的人都可以学习 什么样的人都可以修 无论下下根 无论是上上根的 他都能够修 无论他认识字 无论他不认识字 无论他是 富贵 贫穷 都能够修 只要他肯念 那怎么修呢 在成中 那成是什么呢 我们来看